欢迎大家收听我当鸟人的那几年第五十四集 但是那位母亲咬着嘴唇没哭出声 她强打精神 用手指在那小孩子的手掌心画了个圆圈 然后柔声的说道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能坐很多的人可好玩了 等你的眼睛好了 妈妈带你去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 那小孩子似乎很快乐的样子 顿时一脸很神往的表情 似乎在想象着游乐园里的那个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摩天轮 她又对着自己的母亲说 那鬼屋呢 鬼屋呢 她母亲笑呵呵的说道 鬼屋啊 是一种吓唬人的东西 里面那些都是你睡觉之前缠着我给你讲的事情 所以 小圆要乖乖的呀 如果不乖的话 他们是不会跟你玩的 说吧 她便用手去挠着小孩的痒 那小孩子高兴极了 然后跟她母亲说道 那妈妈咱们说好了 我乖乖的 等到我眼睛看见的时候 你带我去游乐园好不好 带我去摩天轮和鬼屋 好不好呀妈妈 那女人点了点头 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女儿看不见 但是却流着眼泪 然后对着那小女孩说道 妈妈跟你说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小孩子十分的高兴 而这时画面切换 就好像镜头一般的 倚到了一旁的桌子上 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药瓶 其中两瓶上面写着 卡维地落和左安律地瓶 这都是治疗心脏病的常用药 眼睛又是一阵剧痛 蔡寒冬紧忙闭上了双眼 等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那画面已经不见了 每次这眼睛发作后 蔡寒冬都会损失很大的体力 就跟刚跑完三千米一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蔡寒冬看过那些画面后 她竟然不害怕了 望着眼前这个 被腰卵附身的可怜少女 她的心中竟然有些凄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的眼睛确实是已经康复 但是当年儿时和母亲的 那个约定 却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蔡寒冬讲故事的时候 张世飞靠着墙站着 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 而李莱英呢 则蹲在地上 在闷头抽烟 听到这王小元的故事以后 张世飞心中一阵酸楚 心想着为啥打从干这行起 老是会遇到这类让人心里难受的事情呢 想想这事还真听讽刺的 自己以前还是风流二世祖的时候 狗屁都不懂 认为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也就是这操心样了 穷人就应该穷 死人就应该死 反正自己有钱花 有妞炮就是王道了 而且还曾经天真的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个大花园 那些悲催的故事只能出现在那些三流的电视肥皂剧中 可有时候呢 并不是这个世界简单 而是你还不了解这个世界 当他有了孔雀这一特殊的身份以后 他忽然觉得周围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 他眼睛中所见的东西和以前截然不同 可能真的应了那句俗话了 不打针始终不知道屁股为啥疼 不挨到不知道伤口怎么缝 确实啊 不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就是故事 可亲身经历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这是现实 或者说 人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庞大的故事之中 故事有悲有喜 我们永远都不清楚 也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故事里面 而我们到底是在扮演着什么样的决策 故事来源于生活 但是高于生活 张世飞的心里慢慢的起了变化 他开始关注他人 人知出性本善 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善念作祟吧 这么说虽然很矛盾 但是现在的张世飞 绝对不是那个曾经事不关己 己不劳心 心里暗爽的讨厌鬼了 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当他听完蔡寒冬 讲出王小元这件事后 他的心里确实挺难受的 骂他 生与死 到底能够左右多少人的命运 又会是多少誓言夭折 他心里很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想了想 啪了口气 然后呢 蔡寒冬也啪了口气 当时我就不害怕了 反而很可怜这个孩子 他只是想在眼睛能看到的时候 来游乐园玩一玩 而且他根本就没杀过人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他小小的心愿呢 这话说的够煽情啊 不过确实如此 张世飞望着昏迷状态的王小元 心里想着这孩子也够命苦的了 生下来就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就连自己母亲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 他能有的快乐 只是那一点点小小的愿望 可以说他一直都是在自己的幻想中 才能存活 这种感觉真的不敢想象啊 可是造物弄人 偏偏在自己得到了短暂的光明时 母亲却早已不在了 当时的蔡寒冬越发的觉得他可怜 于是便壮着胆子走上前对他说道 你想玩捉迷藏吗 叔叔陪你玩 那王小元当时正处于狂乱状态 但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愿望 见蔡寒冬这么说 竟然流出了眼泪 他点了点头 于是呢 蔡寒冬找来了一块大石头 砸坏了鬼屋的门锁 之后的事情呢 两人大概也就明白了 那王小元只是想让他们陪他玩一个游戏而已 他咬李莱英的那口呢 只是小孩子天生报复的心理 因为胖子刚才给了他一拳 他就想补回了一口 只不过他现在处于疯癫状态 这一口没有留余力 李莱英听完蔡寒冬的话后 本来心中的那股子火呢 此时也消失的七七八八了 本来嘛 跟一个孩子他没啥好计较的呀 不知不觉间 他们竟然都想到了一起了 那就是如何满足这个愿望 老张 你说要不咱们把它整醒 不行 张世飞摇了摇头 虽然他也很同情这王小元 但是毕竟他没有失去理智 只见他对蔡寒冬和李莱英说道 要知道 那枚腰卵现在还在他的体内 要是把他摇醒的话 估计腰卵也会醒 那样的话 岂不是害了他 李莱英的见他说的有理 不是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世飞望了望胖子 又看了看蔡寒冬 似乎他俩都没啥主意 就等张世飞说话了 保守起见 还是把他弄到福泽堂再说吧 那分头如果有办法弄出腰卵还好 如果弄不出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李莱英有些丧气 妈的 腰卵 腰卵 怎么这玩意这么败类啊 真搞不懂那个叫燃熙的老妖怪 是怎么想的 生出这么多的操蛋东西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得了 别抱怨了 快走吧 天快亮了 一会等王小元醒了 可就糟了 他刚说到这里 忽然地上的王小元 发出了痛苦的深吟声 听上去似乎十分的痛苦 这声音呢 并非刚才腰卵作祟时的那种声音 而是王小元自己的声音 只见他紧闭着双眼 然后痛苦地叫道 妈妈 救救我 救救我 他醒了 三人的心中同时咯噔一声啊 他大爷的 这是想啥来啥呀 好的不灵 坏的灵 张世飞真恨自己这张乌鸦嘴 要知道如果王小元这个时候醒来 如果继续暴走的话 那三人可真就没辙了 由于腰卵附在他身上 张世飞和李莱英就不好下重手 这个怎么办呢 正当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那王小元的声音呢 竟然又变了 他忽然呵呵地冷笑了起来 刚才那种沙哑的声音又出现了 正是那腰卵所发出的 嘿嘿嘿 你们这些垃圾 竟敢对我出手 看大爷我不杀了你们 他大爷的 见这腰卵这么猖狂 李胖子那股无名火又窜了出来 他也顾及不上形象了 指着躺在地上的王小元便破口大骂道 滚毒的 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畜生 妈的 附在个小孩子身上 怎么还有优越感了 你出来 信不信我砍死你 那腰卵哪见说过这般的狠话呀 似乎那胖子也激怒了他 只见王小元两眼还是紧闭着 但是嘴里却破口大骂道 你这 你这坏人 竟敢骂我 晕呐 张士飞听出来了 他根本就不会骂人呢 要说这腰卵寄生在王小元的体内 他与王小元的心性是相通的 所用到的词汇也是王小元会说的 虽然他曾经在世间独立漂浮过一段 早就成型了 但是苦于宿主是个小孩啊 王小元根本不会骂人的词 一时之间 他竟然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 想刨胖子祖坟的那种沉痛的心情 胖子见这腰卵似乎不会还击 哪能放过此等伤好的良机啊 于是他得理不饶人的破口大骂道 咱怎么不敢骂你啊 你说你 你妈怎么生生你这么个妖怪玩意儿啊 跟尸管婴儿有什么分别 你 你 你再说一遍 显然 那腰卵快气炸了 虽然他嘴上叫唤 但是身体却一动不动 张士飞明白了 这是因为宿主没醒的关系 他现在呢操纵不了王小元 忽然 张士飞心生一计 于是他便慌忙的对胖子说道 继续 别停 继续骂 其实即使张士飞不说呀 李胖子也会继续骂 他的嘴确实够阴毒啊 只见他破口大骂道 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 我说你天生就是个死葡萄胎 跟葫芦王似的 人家葫芦王啊 好歹还缠身书印刀枪不入呢 你看看你 除了会窝在小朋友肚子里装孙子以外 还会个啥呀 王小元眼睛复原以后吧 还真看过两集葫芦啊 这腰卵自然知道那是啥意思 虽然他不怎么明白 但是这话听上去真憋气呀 身为腰卵 他刚生下来便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了 别的生物不是有求于他们 就是害怕他们 但是如今竟然被一个死胖子给鄙视了 这啥哪说理去啊 于是他便气得不行了 大声的喊道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胖子一副欠揍的表情嬉皮笑脸呢 来呀 来呀 你出来信不信我砍死你 要是砍不死你也一屁股坐死你 那腰卵果真是受王小元的性格影响啊 有些像小孩 见胖子此般侮辱呢 便再也无法忍耐了 他大叫了一声 好 你等着 说吧 只见王小元忽然面色铁青 全身不停的颤抖着 就好像过电似的 猛然间他睁开了眼睛 死死的盯着上方 那眼睛已经失去了神采 只见他的嘴大大的张成 然后忽然吐出了一滩绿色的液体 这感觉真的大爷恶心啊 他吐出来的东西就好像是臭水似的 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但是内心粘稠的液体被吐出以后呢 竟然慢慢的成形 最后变成了人的形状 液体慢慢散去 出现了一个赤身裸体 没有性别标志的人 这正是那个已经长成了的腰卵 只见他周身铁青啊 有眼无珠 虽然五官俱全吧 但是比例出奇的失调啊 鼻子小 嘴巴大 脑袋上嬉嬉落落的长着几座毛 一张嘴呀 没有一颗牙呀 一双手加一息也只有八根手指头 其中一根呢 正在指着李莱英 这是你自找的 今天必须死 他说话间一股臭鸡蛋 混合着烂菜叶 外加上一点西兰花 最后装在榴莲壳里 放了半个月的味道 张李蔡三人顿时眉头一皱啊 但张氏飞心中却是一阵狂喜啊 只见他面不改色的说道 好 有种 这里太窄 敢不敢出去比划比划 那腰卵冷哼了一声 毕竟还是小孩子脾气 竟然就答应了 只见他说道 我会把你们的肠子咬出来 然后一口一口的吃掉 说吧 他便飞速的向出口处窜去 见他出去了 张氏飞慌忙对着蔡寒冬说 快看看王小元 蔡寒冬点了点头 然后抱起了那已经脱离了腰卵控制的王小元 叹了叹鼻息 还好 还有气 只不过此时他呢 相当虚弱 本来就很瘦弱的身子变得更加的轻了 全骨都突出来了 蔡寒冬对张氏飞说 没事 还活着 但是要尽快的送医院 要不然会出事的 张氏飞点了点头 他大言啊 还活着就好啊 现在终于不用顾忌什么了 想到这儿 他便对胖子点了点头 胖子呢 心领神会 张氏飞没废话 他对着蔡寒冬说道 你抱着他 跟在后面 说完以后 他呢 跟胖子两人 一前一后的走出了这鬼屋 天要亮了 虽然是阴天 周围的事物隐约可见的 张氏飞和李来仰刚走出来 就看见他腰卵正站在前方不远处等着他俩 张氏飞一阵冷笑啊 别说 这孙子还真听话呀 看来不杀了两人 他是不会罢休了 只见他怪笑道 我不会轻易的杀了你俩 我要一点点的折磨你们 然后再慢慢的吃掉 张氏飞听完他说的话 号竟然乐了 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胖子 胖子呢 也一脸猥琐的笑了 只见张氏飞对那腰卵说道 好吧好吧 如果你能吃得下就来吧 不过前提是 你能够接住我这一招 显然的腰卵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孩子的心性迫使他注定喜欢 跑根问底 只见他愣住了 一句话脱口而出 什么招张氏飞一脸邪笑 双手握在一起 把拳头的关节掐得是嘎巴作响啊 只见他一字一句的说道 谢谢关照 谢谢关照 顾名思义啊 就是谢谢关照的意思啊 虽然这么说就跟没说似的 那个腰卵听张氏飞如此说来 竟然愣住了 心想着他嘴里冒出的这四个字 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狠招数吗 怎么凭空冒出这么一句废话呀 张氏飞和李莱英 一副猥琐的冷笑 那腰卵哪里晓得呀 这张氏飞的狠招数 还真的就叫谢谢关照 重新顾名思义一下啊 谢谢关照 右手谢谢 左手关照 将仙谷之气集中于两手 然后猛然出击 从而产生两股强大的力量 说到这个技能啊 还得从一个多星期之前说起 在那个时候呢 张氏飞刚刚熟悉了仙谷的运用 由于之前崔先生曾经跟他说过 他的仙谷和崔先生一样 通俗的解释是法术性的 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应该怎么运用 才有法术的样子 自从上次彻彻底底的输给了那腰卵十五以后 他就发誓一定要报仇 于是他便放下了架子 请教那崔先生 这崔先生自然也就择无旁贷的帮了他 崔先生跟他说呀 其实仙谷这玩意儿啊 也没那么复杂 最主要的是你要清楚自己的脑子 要说这玩意儿就跟自我催眠似的 你明白吗 张氏飞上哪明白去 他自然是摇了摇头 崔先生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 便想用实际行动说明一切 于是他将两人叫到沙发上坐下 然后从里屋取出了一个白瓷的茶杯 然后对着两人猥琐的笑着 两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呀 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见那崔先生拿着茶杯进了厕所 过了一会儿便出来了 手里的茶杯之中多出了三分之一的液体 淡黄色 长点脑袋的人都能猜出来那是什么呀 因为没有人会在厕所里边沏茶的 当时张氏飞就蒙圈了 就问那崔先生 我说 我说分头 你拿杯尿干什么 那崔先生猥琐的一笑 然后来到两人对面 将手指头伸进了杯子中 粘了一下以后 拿出了手指 竟然直接放在嘴里舔了一口 两人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到崔先生做完此动作以后 便把杯子放在两人面前的茶几上 然后对着两人说 好了 你俩现在模仿我的动作 之后我再给你解释 李莱英当时就急了 分头不带你这样的 也太埋态了嘛 你自己喝尿还让我俩陪着呀 我不干 少废话 要是不照着做呀 以后都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任何好处 自己看着办吧 分头不耐烦的对着李胖子吼道 两人顿时没话 没办法 自己的前途还在这分头手里攥着呢 不照着做不行啊 李莱英是怎么想的 张氏飞不知道 不过张氏飞的心里 却对刚才崔先生所做知识 感到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 他望着那个杯子仔细的想了想 猛然想起了以前上学时 一个生物老师讲的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和崔先生刚才做的事 如出一辙 都是那么的缺心眼 讲的是一堂生物课上 老师拿出个杯子 说里面是糖尿病人的尿 然后呢 这老师把手指伸进去 沾了一下 又放进了嘴里 做完以后 让那些同学也做 并说说感想 要是不做的话呢 就会扣学分 结果全班的人都一脸苦楚的照着做了 集体舔完手指以后 那老师问他们有什么发现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这么做吗 全班的人都回答说 知道 你是想让我们知道 糖尿病人的尿是舔的 错 那老师说了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我深进尿里的是食指 而我舔的是中指 全班的学生都被这吴梁老师给忽悠了 这个故事就和现在一样 张士飞仔细想了想 刚才那分头也确实是食指插进去 然后舔中指 想到这儿 他便轻蔑的一笑 嘿 这孙子 都过时多长时间的玩意儿了 还拿出来嘚子 看来这次你是自取其辱啊 想到这儿 他心中大喜 便说道 好 看我的 于是乎 食指插进杯中的尿里 然后拔出来的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的舔了下中指 见他做了以后 李莱英便也跟着做了一次 看他俩照着做了 那崔先生便问他俩 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俩这么做吗 张士飞终于等来了这句话了 他心里想着 这分头欺负他俩这么长时间 自己终于能长点面子了 于是便哈哈大笑的说道 当然知道了 你是想考考我俩的观察力 对不对 你是用食指插尿 然后舔的中指 一旁的李莱英顿是满脸铁青啊 估计他刚想回答说 分头是想让他俩知道他最近上火 如今知道自己着道了 怎能让他不感到懊悔呀 只见他一脸好像吃苍蝇的表情啊 想吐又吐不出来 真的是太恶心了 张士飞沾沾自喜 心想着 分头啊 分头啊 你也有今天 于是他继续说道 快点公布答案吧 你说你啊 拿这种过时的问题来考我 我能着了你的道吗 还喝尿 傻不傻呀 本来他想看看被自己拆穿了阴谋后 那崔先生尴尬的嘴脸 哪成想那崔先生不但不尴尬 反而猥琐的笑了一下 他为什么猥琐的笑呢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看你